台大Jerry博覽會在今天上午正式登場 真材的廠商多達了兩百一十六家 釋出了一萬兩千個工作機會 其中像是晶圓代工龍頭的台積電 還租下了三個攤位 希望能夠在今年上半年要招募兩千人 兩百一十六家企業同時進駐台大搶人才 如何吸引求職者目光 有公司出動社團現場演奏 有人穿上公司的水泥袋發傳單 還有很多公司填履歷就送電影票抽iPad 但對求職者來說這些都只是噱頭 許多來到真材博覽會找工作的 都是今年六月就要畢業的新鮮人 根據人力銀行調查 今年有六成五的大學應屆畢業生選擇 畢業後直接投入職場 至於期望月薪是兩萬九 較去年減少了一千零三十六塊 希望是三萬到三萬五之間 有人希望能在這次釋出的一萬兩千個職缺裡 找到好工作 卻也還有人不清楚未來到底要做什麼 特別來找專家諮詢 我不太確定我以後到底適合什麼 我也不確定我想要做什麼工作 我覺得台大抱負好大喔 對啊 然後就是有同儕的壓力啊 然後就社會價值觀的問題啊 然後因為選擇真的還蠻多的 所以就可能需要有一個條件或是一些諮詢 然後幫助我們去釐清一下方向 質疑專家分析不少人升大學 還是習慣用分數落點選田志願 於是有人就在念到快畢業時驚覺 這不是自己的興趣非常惶恐 最理想的生涯規劃是什麼 我知道我這樣要做什麼工作 我來讀什麼相關的科系 要讓學以自用 那台灣的教學剛好顛倒 我讀完之後我才想我要做什麼 如何改變這樣的現象 就是從高中開始強化生涯輔導課程 讓學生了解自己的貨性 甚至是產業結構 才不會白白浪費生命和社會資源 接下來沈志明台北報導